大家好,我是老李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青豆浓汤 Le Volusé de Petit D'or Sauté 青豆浓汤加入了薄荷叶 爽口又清香 天气渐渐热了 热着吃或者冷着吃都非常棒 我们先来准备胡 胡也就是油面酱 为了增加糖到浓稠度 跟咱们中餐的勾芡是一个道理 制作很简单 就是腾笔的黄油加面粉炒匀 今天的油面酱 我们直接加入黄油和大葱煸炒 加入同等重量的面粉 炒匀后加入准备好的鸡高汤 汤煮开后加入青豆 煮10分钟 留一点青豆 另起个锅 水里加盐煮手 汤锅里加入一把薄荷叶 用搅拌棒打成泥 如果觉得太稠可以加一些水 汤煮好以后 我们最好锅一遍晒 让浓汤更顺滑 装饭前可以按个人喜好 加入自己喜欢的配料 今天为了增加汤的口感 准备了一些用黄油烤镇的面包干 和煎好的培根丁 装盘时在盘里放一些煮好的青豆 放入配料 当然以个人喜好还可以再淋上一些鲜奶油